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今天只有四组客人会住在这儿 其他三组都是日本人 超安静的耶 这个是闻起来像清茶的感觉 然后这个它里面包的番薯的馅料 我觉得很新鲜 吃得出来是自己做的 它没办法对焦耶 有点像铜锣烧又有点像可力饼 这样有对焦吗 一定要拿这么远是不是 到了我们的房间就是这儿 带我们进房间介绍的人说他叫这个念Wata 我现在脚上穿的这个已经穿了它的木鸡了 但 对它是夹木鸡 它是木鸡造型的拖鞋 我想说怎么有穿起来这么舒服的木鸡啊 原来是软的 有一个合适 然后呢 这里是 我们双人床 但它床也是分开的 不过它一张床还蛮大的耶 哇 欸它棉被很厚耶 我猜是因为这里晚上会很冷 因为刚刚其实现在才 下午加三 现在才下午三点 但刚刚已经 坐在大厅等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风还蛮凉 直接装水龙头的喝的冷水 找洗手台 你在厕所吗 好 我们来参观它最大的卖点 露天风旅浴室 这个就是温泉 有点害羞 这个帘子是可以拉起来的 好像不能拉 它的洗髮精沐浴乳 这些是DHC的 温泉水器 是超级的 好烫 它现在好像好像变定一点 嗯 出来的地方还是很烫 这里晚上 其实还蛮冷的 现在是夏天耶 这算露天吗 这应该不算露天 因为它上面有天花板 蛮冷的 好我必须说 即使是晚上来泡 还是觉得水超烫的 所以我泡这个时候 我都一定要开着 蓮蓬头 弄一点冰水 我觉得它这个温度 完全是给就是 冬天的时候的人来泡 应该就会觉得很舒服 但现在还没有冷到这样 但晚上还是稍微 泡舒服一点 习惯了温度的时候就还好 还可以喝冰的饮料 这个是櫻桃果汁吗 还蛮好喝的 还蛮好喝的 在饭店的自动贩卖机 买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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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